我们在后面帮你帮我 我是刘哥新庄 我是刘志华 我是刘初兄弟姐妹 是一家 我是刘初语言 会成一句话 爱我中华 爱我中华 中华是刘志卿 爱我中华 我是刘初兄弟姐妹 五十六次云 也会成一句话 爱我中华 谢谢 谢谢 过年过节的时候 然后元宵节 然后端午节 然后像 比如说我奶奶过生日这种 就家人都会去到奶奶家去 就想说搞点活动 大家热闹热闹 就打开那种家庭KTV的那种感觉 好棒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因为我奶奶是一个还是挺热情的那种 可能老人家也会觉得很开心 就是让你们真的是感受到了我每次过年回家的 真的过年回家是这种感觉 然后什么瓜子花生 摆一桌零食 然后家庭KTV就开始了 你知道吗 对就很开心 下个节目是咱们火箭少女们都熟悉的一首歌 卡路里吗 卡路里 有请火箭少女101子宁给我们带来这首 一点点光 请大家 请赏 怪不得今天穿的这么闪耀 对啊 原来有演出 哎呀 张家101给火箭101带来的一点点光 青春像他愿与你一起分享 他最珍惜的每一天不用彩色包装 这三叔好专业啊 跟他爸爸 最厉害的他们家都会弹 哦 这样子的家庭好羡慕啊 好幸福啊 太幸福了吧 幸福感爆破 那回真的很好啊 太幸福了吧 不想也不怕 慢着慢着 爱找回我们勇敢 谁不是用这下 来展示这翅膀 一边走一边差 爱找回我们胜伤 就算只有一片片光 爱找回我们胜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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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个乐队可以好吗 对可以 是不是好羡慕啊 我也好羡慕 就是看到这样的氛围 我都也好感慨 怎么样 刚才爷爷特别可爱 爷爷刚才在那边一直 对 就是很 特别可爱 好羡慕 害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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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芷妮的妈妈和芷妮 留下来 爸爸好有主持 澎湃 爸爸有种来到我的主场 听我的那种感觉 导演 导演 给我们放一下 TTT 啊 这什么 这是什么 这张是 子宁十六岁的时候 在学校参加的 那个银村的会演 他那会儿 他那个梳头发 他喜欢上面梳个啾啾 是不是特别像蛋 然后他们那个同学 就很亲切地叫他蛋姐 那会儿他在学校 已经小而有名气 他只要一上台 下面同学就会 蛋姐 主要是唱民歌 就是 一定要抹得很精光 就是要精气神 要提起来的那种感觉 下一张 这是啥呀 好小啊 这个时候 体差吗 对 这个时候 他四岁的时候 在奶奶家 奶奶过生日 家族里面每个人 都会表演各自的节目 她也表演了 那还有个视频 想看吗 好 想 要 哎呀呀 哎呀呀 哦 哦 哦 一时一时的过去 你一点一点的一起 我爱你 痛不痛悲痛心痛 痛痛失去 手一直坐 表情是冷漠 也许分开不容易 连续相信相爱不可以 你看就没有动作可以做了 对 你在想动作 你在想 你一个人就这样 在想动作 你看 抠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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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时候真的好爱做这个动作 你现在也喜欢 我最靠的伤 每次故事的一开始 我最靠的伤 我知道张子凌的套路了 左手 来 反一下 右手 还有一点 反一下 她是老实教的 眼跟着手走 这样的 哎 是老实教的 哎 对 现在还会做吗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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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披个刹 来了 开始了 表情冷漠 哎 还记得 哎呀 还记得 怎么来 手上 搬手 要看手 也要跟着手走 我来了 我知道这 我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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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妮 演唱会的时候表演这个 演唱会的时候表演这个 嗯 这张是那个 紫妮 这是第一次 登台参加比赛 这个是十岁的时候 当时是参加了一个 代言的选拔 当时唱的这首木叶歌 我不记得这首歌怎么唱 嗯 你们都没听过唱鸣歌 没听过你唱鸣 我有个特别喜欢 哎呀 今天就唱吧 来 小小火宝 双丝双带飘 没小火宝 挂在朗阳 没小火宝 挂在朗阳 好 哎呀 我妈跟我一样很感性 听得真好 因为她妈妈一直喜欢 希望她是唱鸣歌的 后来紫妮改唱流行歌 因为她毕竟她是去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 但是我也很支持她 我也是很久没听她唱鸣歌了 哎呀我听着好激动啊 我从小就在学这个 所以当时我决定要不学这个去 好 好